我是来自江苏省天一中学高三的吴玉杰 我在第二次托福中取得了114的分数 我在艾特上了一个一对二的托福 我主要上了口语跟协作两门课程 我在之前第一次托福的时候 我觉得不满意的是口语跟协作这两个方面 在分数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的水平考24分 其实是不应该的 我自己也十分苦恼 为什么练了这么多之后 还是没有能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水平 但是后来在我自己总结过程中 我意识到了其实学托福 包括像其他一些考试 其实训练一种自己积极的心态非常重要 当你觉得练托福这个事情本身很有意思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就达到一种进步 那么在口语方面 我觉得我自己总结出来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就是我把托福的口语题 其实可以分为几大类 比方说环保一类 那么问题就可以是 你可以想出什么方法来减少城市中的环境污染 或者说是政府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来使这个城市环境上变得更好 我觉得艾特整体给我一种非常轻松跟有效的学习氛围 因为我觉得给我上课的两位老师都像我的朋友一样 他们不会一味地去给我 就是教很多很多知识 然后让我用笔记记 他们更多的其实是跟我用一种交谈的方式来交流一些点子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学习方法 因为在通过这种交流的这种环境底下 我会自己去思考 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老师想出来的这些点子 或者是说 我如何通过言语跟文字来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我以前可能学习这种标划考试没有遇到过的学习环境 同时我也觉得这样一种环境是我为什么在第二次托福中有一个明显助提高的原因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一节课上 在一节口语课上 彭飞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个手机软件叫IB Timer 它是很高还原度的体现了口语考试中它是怎样计时的 因为我其实以前练托福的时候 其实十分排斥这种旁边有个计时器在帮我计时间 因为我觉得这样一我会紧张 二我无法非常准确跟完全的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 但是它那天在推荐之后在上课时候用到这个软件 我觉得它其实让我意识到如果你不在平常的练习中就加入这些模拟考试的这种条件跟这种压力的话 你其实在考试中你会感到更紧张 所以我觉得它推荐的这个软件不仅很有用 还让我改变了一些对待这种考试的一种学习态度 让我意识到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随性说才是最好的 也需要有一些时间的控制才能让你在考试中得到更好的表现 除了刚刚提到彭菲老师我还想特别感谢我的写作宋山老师 因为他教会了我怎么用辩证的一种思考方式来考虑写作问题 因为往往我们不能仅仅拘于我们倾向的一个立场 我们还同时需要思考反方的支撑观点 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考试真实考试中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不能用非常清晰跟非常多的理由去支撑我们直觉相信的这个立场的话 我们就不会用太多浪费太多的时间去想反方的观点 怎么用论证证据来支撑它 所以我觉得他教会的我们这种方法其实是也是可以非常大提高我们在考场中写作的效率 做以后希望艾特在之后的时间里可以培养出更多学习成绩优秀 而且对学习持有一种非常积极跟轻松的态度的学生 感谢观看